血压要保持在140以内才算健康 医生、年龄不同、参考值也不同 高血压已经成为了威胁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健康的杀手 这位杀手所带来的并发症包括急性脑梗塞、脑出血、偏瘫等 而且这些并发症都会给患者带来四肢激励的下降 使得患者生活不能自理、重者瘫痪在床 正是因为这些严重的并发症 所以现在医学界一直都在强调要平稳地控制血压 因为只有血压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才能尽可能地降低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病率 许多老百姓都知道要血压要保持在140以内才算健康 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停地变化 今天就说一说各年龄段血压的合理范围 以及高血压的一些注意事项 各年龄段血压正常值在变动 这是因为机体的适应能力不一样 就好比说年轻人在剧烈运动后 血压可能达到190毫米拱住甚至更高 都不会引起头痛、头晕等不适 而老年人血压一旦超过180毫米拱住 很多患者就会出现头痛、恶心、心慌等不是症状 一般来说成年人的血压在90到140毫米之间是正常的 收缩压可以适当放宽到150毫米拱住 超过则属于血压升高 而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 血压几乎都在90分之148左右 这个指标表面上看起来超过了正常的血压区间 但其实是正常能接受的 因为老年人的血管弹性减弱 反而是血压稍微比正常高一点 才能保证身体各器官的血液供给 强行降到140以下容易引起头晕等不是症状 所以60岁以上未患高血压的老年人 收缩压在140、150毫米拱住左右 舒张压在80、90毫米拱住左右都属于正常 但如果患有高血压 则需要根据医生的评估将血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在发现患有高血压之后应该怎么样做呢 1.定期监测血压 监测血压是高血压患者必须完成的一项工作 可以用一个小本子记录下每日的清晨 夜间血压的数值只有把血压详细记录下来 才能为后面使用药物控制提供更好的依据 而且现在的血压测量剂价格相对合理 用起来比较方便 不像水印血压剂那样复杂 一个人即可完成单手操作 2.及时服药治疗 高血压患者最重要的就是需要长期服药控制血压 而降压药的种类很多 常见的有卡托普利、销本、地平等 不同种类的降压药有不同的适应症 需要医生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 但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检查服药 许多患者在服药后发现血压平稳 就私自减量甚至停服药物 这样会使得已经平稳的血压再次升高 另外,现在发现同型半光氨酸在高血压发病过程中都有一定影响 所以这类同型半光氨酸数值升高的患者 还需要同时服用叶酸片来治疗 3.减少钠盐的摄入 我们都知道高血压的发生 其实和我们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的 现代社会很多人都没有规律的饮食习惯 并且总是在外面吃饭 吃一些油腻、重盐重口味的食物 也有时候会暴眼暴食 这些不好的饮食习惯都会引发高血压的发生的 所以想要降血压避免高血压的发生 那么饮食很重要 不仅要有规律的饮食习惯 还要注意饮食中减少含钠食物的摄入 尽量减少吃盐 每天吃盐的含量也要严格的控制好 这样才能更好的控制血压 4.要运动 运动很多时候都是疾病的克星 一旦不运动的话 疾病很快就能找到你了 所以不运动也很容易被高血压疾病找上门的 为什么会说运动可以降血压呢 因为运动可以锻炼身体 可以燃烧我们的脂肪消耗我们的热量 在保持好身体的同时也能让我们有好的身材 远离肥胖 而肥胖就是很多疾病的根源之一 所以每天坚持运动就能预防疾病的发生 当然运动也是要有规律的 不能一时运动量过大 一时又不运动了 坚持有规律的运动方式 比如慢跑等 不仅能够放松身体 还能起到降血压的作用 5.不抽烟不喝酒 虽然我们一直都说高血压是一般发生在中老年身上 但是现在其实高血压的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了 很多年轻人也会患上高血压 这个就和抽烟喝酒有关系 很多年轻人也是抽烟喝酒不断 也不喜欢运动久而久之就被高血压盯上了 6.控制体重 其实如果你是肥胖人群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疾病都是和肥胖有关系的 就高血压来说 肥胖就会导致身体存在很多的脂肪和能量 而这些脂肪太多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以及高血压 高血脂等 所以想要自己的血压稳定一些 控制好体重非常有必要 6.保证睡眠 高血压的人不能熬夜 长期的失眠就会导致血压的波动性比较大 所以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让自己有充足的睡眠 才能更好的控制好血压 就是因为高血压在生活中很常见 所以也会有很多人对于高血压并不重视 有了高血压以后还是该吃什么就吃什么 该喝酒就喝酒 觉得高血压不会造成大的伤害 但是其实当你有不好的习惯的时候 血压也在慢慢的增长 等到长到一定的程度 需要药物介入控制的时候 后悔就晚了 所以控制血压是在必行 高血压有哪些症状 高血压症状主要有头痛 头晕 头昏 头胀 头胀等 严重者可表现为气喘 呼吸困难 浮肿 视力障碍 恶心 呕吐 偏瘫 少尿 胸痛等病发症症状 但有典型症状者不多 很多高血压均无症状 甚至收缩压高达200毫米拱柱以上 临床无症状或症状轻微者也不少见 二 头晕 头晕 头晕为高血压最多见的症状 有些是一过性的 常在突然下蹲或起力时出现 有些是持续性的 头晕是病人的主要痛苦所在 其头部有持续性的沉闷不适感 严重的妨碍思考 影响工作 对周围事物失去兴趣 当出现高血压微向或追基底动脉攻血不足时 可出现与内耳眩晕症相类似症状 三 头痛 头痛亦是高血压常见症状 多为持续性顿痛或搏动性胀痛 甚至有乍链样剧痛 常在早晨睡醒时发生 起床活动急饭后逐渐减轻 疼痛部位多在额部两旁的太阳穴和后脑勺 四 烦躁 心悸 失眠 高血压病患者性情多较急躁 预示敏感 易激动 心悸 失眠较常见 失眠多为入睡困难或早醒 睡眠不时 噩梦纷纭 易惊醒 这与大脑皮层功能紊乱及植物神经功能失调有关 五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减退 早期多不明显 但随着病情发展而逐渐加重 烟颇令人苦恼 故常成为促使病人就诊的原因之一 表现为注意力容易分散 近期记忆减退 常很难记住近期的事情 而对过去的事如童年时代的事情却记忆犹新 六 肢体麻木 常见手指 阻止麻木或皮肤如纹形感或向北肌肉紧张 酸痛 部分病人常感手指不灵活 一般经过适当治疗后可以好转 但若肢体麻木较顽固 持续时间长 而且固定出现于某一肢体 并伴有肢体乏力 抽筋 跳痛时 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预防中风发生 七 出血 较少见 由于高血压可制动脉脑硬化 使血管弹性减退 脆性增加 故容易破裂出血 其中以鼻出血多见 其次是结膜出血 眼底出血 脑出血等 据统计 在大量鼻出血的病人中 大约80%患高血压